所以说他现在一看美国总统拜登上来 这哥们儿啊 一家人吧 我开始了 这就是13579的计划的全面实施 大家看到缅甸这件事情的时候 今天早上这位美国总统说 不是美国的朋友说 Miles你要告诉我 他在新加坡的事情什么时候要干成 我说我今天早上就发信息 2025 2025你会看到在新加坡 共产党的影子不会再躲躲藏藏 也不会再穿着香格里拉的牌的衣裳 在大街上晃荡 到那时候你就看到共产党晃着膀子在大街上走 甚至到新加坡抓人 跟今天到香港抓人是一样的 然后也会在新加坡掏钢 他说有这么快吗 我说走着看 柬埔寨几乎百分之百是拿下的 这是中国女婿 给柬埔寨部的局伸了去了 柬埔寨在东盟的地位 和越南他是平级的 缅甸也跟他接近是属于0.8级的 缅甸的军方政府彻底拿下 这就是整个棍 那你像那个下边的几个小国家不用谈 泰国就更不用提了 必须依赖你大米农产品市场 百分之六七十是大陆 你往哪弄啊 马来西亚有刘特佐这种师生子女 一帮人围着呢 没有人能躲过去 而且他是个穆斯林国家 伊斯兰国家 彻底拿下 西边的尼泊尔根本就不可能 相当就旁边一个北朝鲜韩国了 韩国有北朝鲜在那吊着你呢 扯着你呢 天天吓唬你是吧 你根本起不来 所以说最多是你韩国不老实 我就拿北朝鲜吓唬吓唬你 你再不老实 我断你的粮 我断你的市场 韩国也没了 上最北边北朝鲜了 那你说 现在他就是看着台湾 一个大姑娘 漂漂亮亮的在这儿老晃的 他属于他的 原来叫只富为亲 现在不跟我过 拿回来 所以说在我2025计划里边 所谓中国自制造 中国制造里边内容 还包含了一个隐形内容 亚洲绝对控制 这我在2017年之后 亚洲绝对我说了算 然后中东我绝对说了算 然后是北非我绝对说了算 大家看一看啊 从马六甲海峡到旁边的 基布提叫红海 到马六甲北边 然后你到了这个土耳其 俄罗斯死海 土耳其是没有任何机会 它横跨欧亚的 任何和中共较量的本钱的 没有的 他也没那个种 他们很诈呼 所以说整个战略部队 你看明白了吗 这就叫2025 中国制造 其中包含亚洲 中东非洲 我说了算 就把美国放到了南美 一大半也拿下了 然后让美洲 你们自己玩去吧 然后就美国跟欧洲 藕断丝连 原来他所谓的黄金十年 跟英国的 把英国要彻底拿下 英国基本拿下了 法国是绝对拿下了 德国也拿下了 他认为最起码欧盟不会给我斗 彻底拿下 很难 都听你很难 像在亚洲一样